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吃了一大堆 我也是 我跟你说我起得早 我起得早就这个问题 我也是 必须干碳水 我也是 我干一个包子 一个烧麦 平时要是没活 在家受到自然性 就不饿 但是只要早起 就特别饿 两位老师 有看过前面几期节目吗 没有 这是个什么节目 干嘛来的 他们那些长度 比较像PC 是吧 是这意思吧 然后我们是什么 就去玩迷试 对 就是带有角色的一个 对 就他们脸像MPC 那个感觉 是吧 两位老师 玩过密室类型的游戏吗 达人 密室达人 其实我就是 录过推理外的综艺 但没有录过这种 就是像密室的 你不是要玩吗 玩 但我真没录 两位老师 希望今天的游戏 是什么类型的呢 希望今天玩 这是一个恐怖主题 反正就是我觉得 我们两个如果在一起玩的话 我觉得就是那种 用脑力的也是非常好 肯定了 我们那么聪明 要不然浪费我俩来了 我们是聪明的美丽女人 对 然后因为出展智商太高了 所以就 如果没有这种意志类的东西 就挺浪费的 你就只靠美貌 这事也不是现在特别的 主要是 与其他美貌这件事情都美了二十多年了 大家都知道了 他几十多年了 应该是 美了三十多年了 对 应该是从 娘胎肚子里就开始 还美了 我是娘胎里面PS出来的 你讨过 这是什么鬼 会担心 遇到惊吓的游戏环节吗 不会 会很开心 你们 之前有过恐怖主题的吗 有 有 真的啊 那完了 你们都上过恐怖主题了 这次就应该不是恐怖主题了 妈妈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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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行不行 啊 啊 会害怕遇到单线任务吗 单线的任务 我们就陪着去呗 反正我是在密室里面的时候 就是 真的玩密室的时候 单线任务从来没有自己玩真过 就陪着是吧 也可能就是今天会突破第一次 我还没有自己做过单线 如果给本季玩家的战斗力排名 你们会怎么排呢 星哥肯定最弱 我觉得成券吧 我觉得他还好 我觉得他肯定玩得少 但我感觉他在 我在这个圈没听过他 我感觉他会是怕的那种 我猜测 剩下的他们几个老手 林庚 庚星在什么 小星在 他新歌 打小心 戴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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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吓人了 戴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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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可能他也怕 我觉得他可能是怕的 他看上去就是那种 胆子很小 就是那种不机密室的大志愿 那种就是完全不进的那种 剩下的几个都蛮厉害的 他们有没有零经验的呢 就是从来没有玩过的 之前上一期的小明的 小明还来的时候 他没玩过啊 完全没有介绍 玩 我玩 不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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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闪 哇 好厉害啊这个 不灵 不灵是什么意思 之前玩过这种带剧情的游戏吗 因为就是没有 就我们平常看剧本看太多了 然后就是一到 有时候玩这种剧本 是呀 就是你会有很多那种逻辑上的那种 就是 就不通的东西 然后就最后玩玩就好像很 我有时候玩玩觉得怎么又去干活去了 就是感觉又在拍戏 你玩过什么类型的 我剧本沙玩的不多 我迷世玩的多 你 剧本沙呀 因为剧本沙做那儿好久 对 然后 而且我看东西看得贼快 哦 而且有一个点是什么 就是平常你演戏的时候 你很在状态 对吧 但是你在剧本沙里面演的时候 我就超级不在状态 就演得贼烂 就因为 你就演不了 就突然就觉得 他也不是 就是 就 就演得很差很差 就是他一看就没能看出来 我在干嘛 对不起 很容易露笑 我在想你 我是 就是跟他们玩那个剧本沙的时候 我看剧本看得快 你知道吗 嗯 他们看得都太慢了 我就看完以后 叫他等他们 等他的时候我就出现了 哦 明白了 他们看太慢了 你们是在棚里的吧 对 一天都在棚里 对 棚里热吗 冷吗 冷还可以 放一首张语琪的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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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我的歌 你要不要试一下 我没歌 我唱歌唱成这样 能有歌吗 肯定有 在各种那种 你唱这什么歌 这是我那个桃花屋的歌 大合唱 我就一句 我是不是 老游游村庄 谁也鸟鸟笑 海岸空 我怕山坡 爬到了山顶 我喜欢唱歌 每天早上起来就会活活 靠这个嗨 要不要人生靠什么 没有支点 这是我最近的支点 我嘴里走笑 我的心里 我心里都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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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的 你还不是花生 太让我来笑啊 我知道他等我来抱一抱 抱一抱 那个抱一抱 抱着那个月亮的 笑完了腰 抱一抱 那个抱一抱 抱在那妹妹的上花椒 谭帽子与抱着花椒 就到处都是期待吗 就到处都是期待 因为其实上次飞行完了之后 最后其实是很舍不得 因为就很羡慕接下来来的所有的人也羡慕 就是羡慕贺哥呀 凯哥啊 更新啊 逊哥 就是他们可以体验别的不一样的故事 这次节目组又邀请到了我 我就觉得很开心 就是特别开心 就是有一种梦想成真的感觉 这次录制有没有做一些准备 没有 完全没有 就盒子里的猫 你不需要去做任何的准备 你就去感受 然后享受这一切就可以了 因为它是给予你的 你就 再其中就好了 学会接受 就好了 和上次比较期待这次节目会有新的玩法吗 这个不用期待 它一定会不一样 因为盒子里的猫 它前几期我看了一下 就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所以去享受就可以了 这次想尝试加麻加辣的单线用吗 都可以 因为我觉得 这盒子里的猫就怎样都可以 我觉得 因为它会给我 创造很多的情绪价值 然后 它也不会让你的心很累 它是帮你 把身上的枷锁去掉的一个过程 好嗨 好有意气 对决朋友太过你了 很治愈 很好 上一个给我有这样感觉的节目 还是中餐厅 有没有想要做一些整骨 来迎接新玩家吗 整骨 因为我都不知道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所以这个事 应该是干得出来的 但是具体怎么干 还不知道 因为可能中间突然之间人会发个箭 然后想干个点什么 但是现在还不知道 因为具体你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 这团里谁是你最好的游戏搭子 会在节目外一起约着玩吗 我不会 我不敢 来出来吓唬我 来出来吓唬我 一直都没有接触过这方面的东西 但是如果在盒子里的猫的话 那最好的搭子 肯定是赫哥 就等您这句话 期待到时候 哥哥看到咱们这一次采访的感受 他应该没啥感受 我说这个话 他一点都不意外 所以私下是跟我关系的重要 你认为自己在节目里是什么担当 担当 这就还真的就不不 呃不太不太知道 可能就是那种很偏门的那种 什么谐音梗之类的 可能我会有反应吧 因为 布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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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闪 布铃布铃布铃 你在这唱歌 哦 这个布铃布铃 哦 你想想就是东西个有高 那凯哥跑的那么快 跳的也也也厉害 也许有一些可能大家都想不到的东西的时候 可能我会想到吧 踢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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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了 开了马上了 是恐怖的环节的吗 啥都不知道我怎么应对你告诉我 就不要再搞这个恐怖的东西给我了 不行 害怕 害怕 让刘这样言的网友们 一块来体验共同录制 说实话自己搞一下 我感觉我人生都短了一点 短了一点